大家好,欢迎收看妙气动物事件 一群大象从远处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身为体型最大的动物 大象走路从来不带拐弯的 只要等去走就绝对不绕行 毕竟这是体型所带给自己的自信 实在是太足了 而这一幕恰巧被水中的河马看到了 大象的这种形式风格让它十分不爽 比体型自己和它也就是略逊几分而已 但是自己还有动物界第一大嘴呢 就算是鳄鱼来了也只是个弟弟 去区大象它还不放在眼里 随着大象霸气如何 河马开始了报复行动 只见他悄悄游到一对大象母子附近 本想趁着机会搞个偷袭什么的 结果不料大象一转眼直接发现了他 这味道的奥哈布说 上去就是一顿组合全家爆锤 把河马打得有点头晕 那个香哥我错了错了 对不起我现在就滚皮再打了 考虑掉小象就在自己的身旁 大象也没有贸然追击 于是平淡地走到岸上 稍微修整了一下 然后继续云淡风轻地走下去 以至河马不甘心就死收手 还想继续打下去 结果刚走几步 就被群大象给赶了回去 他们的团结性可比河马要强多了 想欺负我们的人 先问问我的拳头 我还能说啥 马哥认怂吧